台湾疫情持续延烧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日本政府明天可能就能提供 120万剂的AZ疫苗给台湾 根据NHK的最新消息 日本政府已经敲定要提供 120万剂的疫苗给台湾 最快4号就拍板各项运送细节之后宣布 而产经新闻则是报道 日本政府会提供的是 124万剂的AZ疫苗 而且疫苗4号就会抵达台湾 根据了解疫苗将在明天上午11点45分 从日本起飞下午抵达台湾 而日本外相茂木敏冲3号 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的时候表示 台湾在311大地震时对日本慷慨解囊 如今台湾有难 日本也不能坐视不管 一定会援助台湾疫苗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要捐赠500万剂的 BNT疫苗给指挥中心 永龄基金会采购疫苗相关申请 在1号的时候已经送件卫福部 但是被指挥官陈时中打了回票 因为缺乏BNT原厂授权书 送件再度卡关 而佛光山进口交生疫苗的意愿 也遭到交生声明打脸 说疫苗买卖只和政府协商 不跟第三方谈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也直言 虽然民间非常热心 但事实上就是买不到 郭台铭夫人曾馨银和鸿海公司代表 一日中午带着一大碟资料 到卫福部食药署递交八项申请文件 眼看500万剂疫苗输入台湾看见曙光 卫福部却说缺了BNT原厂授权书 明代质疑这是刁难 卫福部作为受证方 他只需要做事后的把关跟审查 而不需要去做事前的卡关 不管是授权书或是保证书 都可以有货源 有原厂的公司保证他会出货 澄清怕捐赠者好意却走了冤网路 对此郭台铭办公室至今并未出面 经表示相关授权书一事 等厘清资讯再向外界回应 相较郭董与民间积极态度 指挥中心回应与待玄机 宗教团体佛光山也为捐赠 50万剂交生疫苗奔走 原先传出经过牵线 政府已和交生建立对接窗口 只要谈妥前由佛光山负责 但交生却表示现在就是没有货 跟姐姐他们来联系的时候 他们就是也强调 目前他们只对COVAX来供货 国际上大家虽然非常的热心 也非常这样的需要 可是事实上现在是买不到 还是要找COVAX平台联系 似乎只剩一场空 台湾疫情紧绷 民间寻觅各种管道 全力出手相助 可惜好事多磨 疫情严峻 各医院陆续出现 院内感染或是院内确诊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表示 近期陆续接获到员工反应 说院内有人染疫 但是院方都不曾对外公告 让员工无法得知 哪一些单位是高风险地点 谣言四起也让医护人心惶惶 要求院方应该要如实公布 对此院方表示 院内某病房在全院普筛阴性之后 有人缘确诊 后续发现此单位 有多名陪病者确诊 目前都有匡列隔离 也依照规定通报 绝不会隐匿 指挥中心也回应 台大医院有验出护理师阳性 人数是个位数 不过相信大多都是在社区感染 而不是在院内感染 而且不少的医院 都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有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判断 是哪个单位群聚 还是个别从社区带入 就怕院内爆发感染 台大医院企业工会 最近接获不少员工反应 院内疑似有人染疫 但院方都不愿对外公布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就是等于是病毒跟谣言 就占的四周 无孔不露 护理同人也有阳性的个案 就我所知还是个位数 自己私下相信 当然是说有许多 大概都是在社区的环境里面得到的 每一个确诊的 如果都来公布一下 我想对医院的员工 还有士气来讲 都是一个打击 是不是院内感染还是在社区染疫后 才进入医院 恐怕难以厘清 但台大医院企业工会指出 院内有员工染疫 院方说会依照适当程序 进行隔离和清销 暂时不公告 是不想造成员工有无谓的恐慌 但工会则认为 院方不公告 各种传闻反倒会充斥院内 让员工增加更多猜忌和恐惧 到底有没有爆发院内感染 台大医院表示 院内某病房在全院普筛阴性后 有发生人员确诊 该单位多名陪病者 有多名阳性确诊者 目前都有狂烈隔离 依规定通报 不止院内消息 员工反应不透明 更传出有护理人员发文表示 这是他最后一天上班 因为疫情爆发 让他看清基层人员 有多不受保护 他直指医院仓促改装 专则病房 但只要风一吹 就变成镇压环境 和重症患者一起呼吸 可能有病毒的空气 医院的一些相关的处置 应该是符合 相关的一些规定跟需要 医护只期盼改装过后的 专则病房品质到位 别让他们在恐慌中 打这场防疫战 记者纵倒 清台彩云逐渐靠近台湾 气象局在下午4点 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目前台风的位置 是在鹅鸾鼻南南西方海面 预计明天下半天最靠近台湾 除了沿海风浪会增强 南部 东南部 还有中部地区 都是雷震与热区 北部还有山区 午后也可能会有大雷雨 气象局研判 清台彩云发展环境较差 但是如果它接近台湾的时候 还是清台的强度 最快不排除在今天深夜 会对南部县市 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梅雨封面过境 为台湾各地带来长降雨 三号短暂一天稳定天气 不过接下来 随着今年第三号台风 踩云逐渐逼近 将会再带来一波水气 其实台风最接近的时候 会落在明天下午 到后天清晨中的时间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整个潜视图 都含一个到台湾的南部地区 这也代表 其实在未来台风的中心 可能就是落在这些区域 中央气象局三号下午四点发布 踩云的海上台风警报 预计四号中午过后 距离台湾最近 除了沿海地区 要注意强风长浪 南部东南部以及中部 也都是降雨热区 得留意短暂震雨或雷雨 而山区和北台湾午后 要延防短延时强降雨 以及大雷雨情形 预估在二四小时到三十六小时 这个时间点 它可能大概就是维持一个轻度台风 或者再稍微减弱到热带性低气压的情形 假设在这个时候 它还是是一个轻度台风的强度的话 现在绝部排除 针对比较南台湾的这些县市 发布上警报 发布的时间点 最快可能落在深夜 到后天清晨这段时间都有可能 东海岸疑似有火流星陷宗引发热议 东莞初去年在东海岸设置了多支 即时影像监视器 从疫情爆发以来 信了不少民众线上赏景过肝影 不过三号凌晨 有民众在三仙台跟加路兰的画面当中 发现到疑似火流星的踪影 其中三仙台捕捉到的画面 疑似火流星的不明物体 还在夜空中爆炸三次火光四射 难得一见的画面 也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深夜的东海岸线 一颗类似流星的物体 以缓慢的速度向下坠落 在接近绿岛附近海面时 整颗爆炸 梦烈的火光照亮夜空 三号凌晨十二点多 位于台东三仙台的即时影像 先是捕捉到一颗小小的流星 随后就拍到这颗 疑似是火流星的超大火球 同天凌晨三点 加路兰的即时影像监视器 也拍到类似火流星的物体 在夜空中高速画过 留下一道长长的尾巴 东海岸设有多支即时影像监视器 从疫情爆发以来 每天都吸引上百名网友 线上观赏 这次拍到的画面 也引发网友热议 不过对于到底是不是火流星 众说纷纭 也有人笑称 大概是外星人来访 其实我也不知道 它是不是火流星 因为很多的网友 在这样子的反应 那也希望有什么天文学家 可以告诉我们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线上观赏即时影像 意外发现难得一见的天文景致 疫情之下 民众不能出门游玩 也能透过线上赏景 过过感应 记者刘令祥台东报道